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剑 我是主播明媚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群魔者》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吸血鬼的存在 吸血鬼虽然更强 但他们害怕太阳 但这远远不够 人类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并且已经濒临灭绝 终于他们找到了终极武器 猎魔教室 他们是拥有不凡力量的战士 为人类获得胜利 剩下的吸血鬼被关进了保留区 神之人员则解散了猎魔教室 他们逐渐被人类遗忘 教会城市12区 告解室开放了 保罗前去告解 他再次梦到了自己死去的战友 都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 导致了他的死亡 他内心非常的愧疚 但神父却只是重复一句话 反抗教会 就是反抗上帝 保罗无奈地准备回家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警察 他说保罗的兄弟在郊区遭到了吸血鬼的攻击 兄弟的老婆死在了他们手里 女儿露西被他们抓走下落不明 现在他要去救露西 想请求保罗一同前往 因为听路西说过 自己的叔叔保罗是战士的英雄 但保罗没有说话 警察只好离开 他前去教堂请求主教 恢复自己的教室职务 让他前去捉捕吸血鬼 但主教却以没有受到吸血鬼逃跑的理由来搪塞他 旁边的人看不下去 说战士如果没有保罗 是不可能战胜吸血鬼的 但主教仍然一一孤行 说不可能有吸血鬼存在保留区之外 只有教会可以保证市民的安全 保罗这个行为很明显是在挑战教会的权威 如果他胆敢离开城市 就会被视为反抗教会的行为 而逐出教会 但保罗并不是会屈服于权威的人 他再次拿起了尘封多年的装备 离开城市前去营救自己的侄女露西 接会得知了保罗离开城市的消息 立刻找来了四个教士 要他们去抓捕保罗 会要见人死要见尸 保罗简单地埋葬了兄弟后 便带着警察准备上路 从遭到袭击的脚印上来看 不是吸血鬼也不是他们的编译者 足迹朝北有一个保留区 他们此刻就前往那里调查 当他们到达时 发现这里已经没有警卫了 编译者对他们发起了袭击 但都很轻松地被保罗解决掉 天黑了 吸血鬼出没 但这几只也完全不是保罗的对手 他从编译者的口中知道了 露西被带到了西边最大的巢穴 这个保留区曾经有50个吸血鬼存在 但现在只留下了6个 只需要找到其他的几十个 就可以知道露西在哪了 保罗说如果露西被感染 他会杀了他 警察身为露西的男友 说自己一定不会让他这么做 他们来到了吸血鬼的巢穴 保罗在这里遇到了 自己曾经的战友女教士 他奉命来抓捕保罗 却并不打算带他回去 一个强大的吸血鬼很快就出现了 但还是死在了 配合极佳的保罗和女教士手下 他们发现吸血鬼在这里 建造了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 并且此刻正在前往 另外三个教士所在的小镇 小镇很快就遭到了吸血鬼的袭击 三个教士赶到了 花里胡哨打了一套拳就狗带了 保罗等人赶到小镇却为时依晚 他们分头行动寻找线索 却只找到了三个教士的尸体 他们知道了吸血鬼们 看着火车前往城市 一场屠杀近在眼前 他们必须让火车爆炸 阻止他到达城市 警察仍然无法理解 保罗会对被感染的亲人下手 露西对保罗来说 也许就是个陌生人 但女教士说出了真相 露西其实是保罗的女儿 因为她当年被教会带走 只能将妻儿托付给兄弟抚养 人类一旦被感染 狡猾也不是谁的亲人 所以保罗必须杀掉他 警察潜入火车去救露西 女教士安排炸药 炸掉火车 保罗则成功地跳上了火车 遇到了吸血鬼头头 没想到竟然是自己 当年掉下吸血鬼洞窟的兄弟 他掉下洞窟后不仅没有死 还被吸血鬼女王注入了血液 成为了唯一一个人类吸血鬼 曾经的兄弟在火车上大打出手 但吸血鬼此时已经比保罗强太多了 警察也被打下了火车 露西健壮拿起刀刺向吸血鬼 吸血鬼夸奖他 就像他的父亲保罗一样勇敢 露西愣了神被打云带走 保罗特被钉在了墙上 但他凭借自己的信仰 再次站了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他救下了露西 女教士骑车带着炸药 是向火车 两个人都在最后一刻跳下了车 吸血鬼因为闪躲不及 被火海吞没 露西的警察男友也赶到了 和露西紧紧的相拥 保罗踢着吸血鬼的头 前去教会城市 仍在所有人面前 告诉他们吸血鬼还在繁衍 但主教仍然名玩不灵地说 他是叛徒 保罗对他们警告过后 就和女教士在城外会合 一场新的大战即将开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点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去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 请不吝点赞